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毕业生市长金英奖颁奖典礼 市长谢国良勉励学生发挥金英奖的精神 并分享市府研议成立儿童事务专责机构 营造拔肩腐弱 市性发展的快乐成长空间 来自西国中林家乐同学 从小面临上腹之痛 克服悲伤奋发向上 2022年荣获总统教育奖 在国中求学阶段成绩优异 荣获市长金英奖 我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八点档的狗血剧 就是爸爸过世 然后很多事情都没有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通常教过我的都知道我的故事 就是每个都给我鼓励 然后说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我们都对他对我自己有信心 未来遇到什么 照着自己的信念去做事 带着大家对你的期待继续往前 同样是新一国中 郑敏林同学参加各项竞赛 曾经拿下全国动画组第二名表现突出 满感谢老师就是一开始就找我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参赛 那其实后来发现训练国中会比国小还要多很多 还要更麻烦复杂一点 但是蛮开心的就是最后也有得奖 接下来是熊佩柔同学 而然在国小舞蹈班 熊佩柔同学在家长和老师的支持下 在舞蹈竞赛中成绩亮眼 在比赛的过程中 是爸爸妈妈非常的支持我 让我能获得这次的好成绩 进到仁爱国小之后 他们课后班就是有多元的发展 那他也是从提琴 到最后就是喜欢上舞蹈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支持他朝这边这条路上这样一直走下去 那他对自己的计划 就是未来的计划也都很有 就是很有规划这样子 那清英奖在舞蹈班里面 除了学科的努力 还有术科的并进 那佩柔是我们这一次学校推展 多元展能计划奖学金最成功的例子 那因为有佩柔的努力 然后对舞蹈的执着 然后为学校为我们基隆 基隆市争光 获得了个人全国赛的两座冠军回来 所以呢有佩柔学姐的鼓励 那接下来的学妹呢 都以佩柔为目标 基隆奖颁奖典礼在文化中心圣大举行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一一颁奖给312名毕业生 除了献上得奖祝福 谢国良承诺 市府会努力提供孩子优质的学习和游乐空间 明年研议成立0到12岁儿童事务专责机构 除了孩子的就学以外 除了孩子的玩乐以外 那国良也思考在明年 会成立儿童的专职机构 所谓儿童的定义大概就0到12岁 那我希望能够对孩子们 在我心目中的孩子 像小爱今年也是幼稚园要毕业 就在9月他也要进入小学了 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道在座的家长有没有像我一样这种感觉 一定有 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转眼间孩子就又要慢入下一个阶段 那我们会随时的鞭策自己 不管成立的是儿童事务处还是儿童局 我们都会用在座的各位的家长 爱孩子这样的精神 我们去思考在城市如何让孩子们冬天有地方可以休闲游玩 半夜生病了如何可以快速迅速的透过医疗系统了解到孩子可能的症状跟如何就医迅速的得到照顾 并且在各级学校中在所有的教育制度里面我们要做到拔尖扶弱 这句话我们刘处长常常提到希望都能够让孩子们有适合他们发展的一个环境 那相信你们在各位家长你们的孩子在你们的各级学校是最优秀的 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我们不管在哪一个挑战 希望大家都全力以赴 为让家长及获奖学生留下纪念 圣服也特别租借了美颜拍照机等多款的拍照道具 让每位与会者都能够自行拍照留念留下难得回忆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基隆清水季活动 将在7月1号到8月31号在暖暖清水公园恢复举办 欢迎亲子朋友来细水与体验生态人文的活动 哇 还有泡泡枪哦 对对对 来 妹妹赶快分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小朋友互动的画面 气氛温馨又充满童趣 这个记者会主要是介绍 位在暖暖清水公园的基隆清水季 将于7月1号开跑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这个睽違两年的清水活动 就在我们暖暖清水公园 一五不开放 二三四六日我们开放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亲子实在太热了 真的有时候在这个平日工作啊 生活走在路上 真的还要防中暑 所以希望这个开放时间 希望大家多去玩一玩 利用我们的清水来消暑一下 那个从7月1号到8月31号 就是整整两个月 我们要来办暖暖的清水季 那清水季的最主要的活动呢 就是在清水公园里面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是休息的 那二四 二三四 六日 我们都是开放让小朋友在清水公园玩水 那这个是比较最主要的 那在这个两个月的活动里面 我们有办 比如说夜间观察 还有步道的践行 还有淡然古道的一个散步 还有到大清农场的一些活动 还有图书馆的一些绘本 也就是说整个暑假期间 7月到8月 欢迎所有的家长 带着你的小孩 一起来我们暖暖区公 去玩清水季 那假如说在这个暖暖区的清水季 你有对活动啊 不了解的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你都可以上我们暖暖区公所的 FB的官方网站 都可以有相关的讯息 今年夏天的基隆清水季 也结合丰富的生态观察 步道践行等系列活动 充满暖暖丰富的在地人文特色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共同来参与 我讲123 我们说我们要去玩水 123 我们要去玩水 再来一次哦 123 我们要去玩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魁威两年的端午龙洲嘉年华会 6月21号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盛大登场 今年龙洲趣味竞赛 增设了全民欢乐组和无障碍组 活动包含了创意士及水上乐园体验 及水域活动安全宣导 现场热闹滚滚 银枪声响起 小选手全力贯注奋力滑奖 比赛考验体力也考验默契 队伍来到终点却发生小插曲 原来龙洲版没有控制好 全部的队伍都塞在折返点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 拿下胜利 顺利晋级 刚刚另外一队就一直撞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节奏 就是大家的默契要一起配合 才可以滑得比较快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玩 因为我觉得它跟一般龙洲不太一样 就是它很像那种独木洲 就是那种是板子 它不是旁边有帮忙挡着 这个有可能会掉下去 主要就是我们昨天拿雨球的那个拍子 然后大家就是先练习那个节奏 然后怎么滑 姿势怎么做 我们的团队平时都是以体育竞赛比较多 这水域活动是第一次 但平时我们都在海大来参加 他们的小艇码头里面参加很多水域活动 但是龙洲是第一次 那他们平时我们也没有水 所以他们就利用哨把 然后练习节奏 刚刚同学提到节奏很重要 那我刚刚从这边听到他们回程的路上 那个节奏很明显 睽違两年端午龙洲嘉年华会 21日在海洋大学小体码头盛大登场 今年龙洲趣味竞赛新增全民欢乐组和无障碍组 活动邀请了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 议员何淑萍参加开幕仪式 希望第一次的比赛圆满顺利成功 大家流流汗充分的运动 也希望大家得到理想的奖项 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那今年的特别点呢 除了我们恢复原来的龙洲竞赛 各个学校都派员参加之外 那最重要的也为了符合CRPD 也就是身心障碍者公约的一个基本精神 所以呢我们今年有动无爱组 也要特别谢谢好几个协会 然后也推派了代表 我们有组成了四对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小组 在今年的端午佳节的龙洲赛里面 加上了很多的我们这个身心障碍人士的一些项目 然后又结合海洋大学 让我们这个很多的 无论是我们的学生 还有我们的身上人士 还有一些我们的社会人士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端午节无障碍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全民来参与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总共有三个队伍 就是梦幻巨人队 然后挑战奇迹队 然后还有圆梦勇士队 其实就是谢谢给我们这些孩子多一点机会 就是他们可以体验不同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水上 除了大型龙洲区位竞赛之外 海洋大学也办理了水域活动安全宣导 提醒大家细水时要注意安全 鼓励大家青海同乐 增添了端午过节的趣味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庆祝端午佳节 市政府明镇处规划了一场 结合闯关游戏的端午佳年华活动 让国小学生走出教室 透过游戏闯关 来认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 正民国小小朋友开心的玩 昂阿飘认识基隆巴井 还有自己抓中药材做香包 或是体验立誕的奥妙 市政府明镇处结合各单位首创的 端午佳年华活动 融入游戏科学教育 宇宙中学学中做的概念 在基隆市童军会服务员的带领下 让小朋友一一进行闯关 来体验端午节的传统文化 我很开心 为什么呢 以前有没有玩过 我以前有包过香巴 还有包过棕子 我还为自己立蛋 立蛋 感觉很难 而且又很好玩 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你立蛋有立起来 然后立了几次 五次 嗯 啊你这要什么技巧吗 这不是现在 用那种盐巴或是那个吸波纸 稍微把它放着 就让它铸造一点 容易站得起来 端午节是一个季节的转换 是我们节气之一 然后我们为了能够守护我们的传统 来尊重传统的文化以外 又能够创新 由小朋友开始来接触 所谓创新的传统活动 特别把端午节的五十粒蛋 跟这个香包 以及对环境永续 还有科学科技数学技术等相关的这些元素 在国外世界上叫SDGS 永续发展 还有STEM这种科学技术 数学这样的文化 加在我们的端午节的活动里面 那成为同军形态的闯关游戏 分别在两个地方 在海大的梦想基地 以及七土区公所 儿童活动中心 来做这样的活动 总计有约200位的学生 这是有别于以往能够来创造出 我们在端午节的活动当中 的一种创新的作为 民政处长真的是太用心了 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在海边长大 然后海大毕业的 然后我们就结合了这些海洋的资源 像刚刚有那个浮标 然后把它就是废弃物 把它就是汇成 就是鱼类各种鱼类 然后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 是这个再生纸浆 让小朋友能够用这些再生纸浆 做应景的种植 最重要的 刚刚我们有看到立旦区 还不到端午节 以前都会觉得说五十 这个十层才能立旦 我们小朋友很棒 他刚刚每个人 刚刚都已经立起来了 所以说非常开心 让我们这个民政处 办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让小朋友都来参与 比如说以立旦来讲 小朋友就会去观察说 只有立旦只有在五十 才可以立得起来吗 他在科学上面是怎么样去看 是说他是靠的是摩擦力 靠的是重力 是让小朋友先用观察的方式 然后去知道说立旦这件事情 去破除他的一些迷思 然后怎么样可以立起来 那像那个第二个关卡 是那个香包 真的直接从中药行 去找这些相关的药材 让他们去认识 这些传统的药材 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时节 我们就是传统古代的人 他们都需要在这个时间 制作香包 然后去去除一些相关的疫病 这场端午嘉年华活动 今年在海洋大学梦想基地 与七堵市内儿童乐园 两地同步展开 近200位国小学童一起参与 让小朋友走出教室 从玩游戏中体验端午节的习俗 度过了一个充满同趣 与学习力满分的端午嘉节 端午游戏好时机 有时车和我最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三星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特地举办端午节 做环保龙舟比赛 副市长邱佩玲和社会处长杨宇欣 一起与大小朋友们做龙舟同乐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市政府 社会处长杨宇欣看着基隆市政府 号环保龙舟缓缓前进 激动又开心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 伊甸基金会管理的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特地举办端午节 做环保龙舟比赛 透过我们也对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环保也是非常的重视 让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也将这些元素融入在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们进行的活动 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住民们是没办法到外面去 跟人家参加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把它办在我们这个中心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身卫处长 杨宇欣代表市长谢国良 道场制证端午节加菜金之外 也和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委秘书以及市议员韩世玉 和市议员何淑萍秘书等人 一起和大小朋友们跳舞做龙舟同乐 在我们基隆帮助我们这么多 真心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 那刚才我来之前很好奇的问 今天是做什么活动 他告诉我是把环保的概念结合了进去 我觉得很难得是把一个新的元素 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教育 告诉每一个人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符合时事的需求 那包括做的 我说龙舟比赛很多人参与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得奖者 那他告诉我有很多评分的标准 那我说龙舟比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团队 怎么样显示出团队 他说其实一组都有十个人 总共大概有九组 我觉得从这个小细节上可以看到一点的用心 透过一个活动把每一个人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要的 每次我看到了大朋友小朋友 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一国的 同一国的 大家也会看到我要拿麦克风 都没有办法自己拿 还得靠别人帮我拿 要吃饭要喝水 都没有办法靠自己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作为一个人 跟我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投入社会 让社会更健康更进步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所有 我看到好多年轻的妈妈们 还有我们的可爱的住民们 我们在这里呢 做什么呢 一起好好的学习 怎么样能够安顿我们自己的身心 然后怎么样好好的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平安顺利的成长 而到有一天 每一个人都能够贡献社会 那如何能够贡献社会 就是你所体验到的辛苦 你所体验到的苦难 然后你在里面如何克服了 如何突破了 而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人 分享给其他的家长 让其他人不要走冤枉路 让别人可以过得跟我们一样的幸福 这是我们共同在这里所努力的 市域呢也会跟我们议会 那一起呢一本初心 那大家有任何事情随时交代 那市域呢一定会全力以赴 用心呢做好服务 那再次呢祝福呢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呢端午佳节快乐 大家端午安康 谢谢大家 副市长邱佩玲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看着自己和社会处科长等人 共同亲手黏贴布置的 基隆市政府号環保龙洲 在用洗澡床作为龙洲赛道上 打奖缓缓前行都开心的不得了 随后副市长邱佩玲等人也充当裁判 帮身杖中心大小朋友和家属们 共同制作的各式各样 环保龙洲打分数 看谁的龙洲做得漂亮 又能够真正在水中航行 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端午佳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唯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未经许可,雕至五 bid 不妨进到大碑殿中 然是黄币 不妨进那一步 那有五千 至远 不妨进到大碑殿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为在暖暖地内的私立博爱家园 为长者们举行端午节参序活动 社会处长杨宇欣及多位现任与前任市议员都到场参与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也亲自到场向长辈们致意争取支持 五党级激动市议员林敏勋和代表国民党参选 2024立委的激动市议员林佩祥一起逐桌向长辈们致意争取支持 为在暖暖地内的私立博爱家园为长者们举行端午佳节参序活动 激动市政府社会处长杨宇欣代表市长谢国良亲自前往参加 致赠加菜金向长者们问好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 所以我看到各位师傅伯伯阿姨 第一点身体很健康 我为各位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那第二点呢心情很愉快 大家一起共同一堂 能够一起享受美食 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 我也感觉到好幸福 让我们代表市长还有我们社会处来这里跟大家共享今天美好的时光 祝福大家章午佳节 平安 喜乐 谢谢 包括现任市议员张芳丽 李敏勋 陈冠宇 何淑平 以及多位前任市议员和里长 以及前立委徐少平等人都亲自到场参加 并且由基隆市立届议员关怀护助协会理事长杜正川 代表致赠十五万元加菜金给博爱家园 由博爱家园董事长前基隆市长林水木代表收下 我们林董事长领导所有团队受到社会肯定 我们也希望借着今天有一种抛官与毅 所有能够关心必要当忙的社会团体 社会人士多多参与 让我们基隆市能够更有那个团结和谐更进步 整场参会活动热闹温馨 共同度过愉快的端午佳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认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妈妈虽然要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跑 姐姐 你好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始终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你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排阶堂哦 排阶堂哦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凶八年的 高律所在靠边轿和 高律病毒新墓期间 自一百凶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凶九年二月催五月 靠教育无人 救护高律所在靠边轿和高律病毒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病毒新墓 无数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件过程团成功 就完成新墓停书 信息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在靠边点注新墓 教育博物网站 下载个驴索地 并端足疗 新墓系统软体哦